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要来讲4.2 渦度 那渦度的定义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说把环流包围的面积去极限 就是渦度以外 还有就是你从数学式子里面 下面这个数学式子是我们刚刚讲 Biaconus Circulation Serum的时候有介绍过的行星环流的那个式子 这个C是环流 那等号的右边这里是速度的旋渡 就是我们上面写的 其实这里就是渦度了 那你可以脑袋里面简单推导一下 就是其实你把这个环流处于面积以后 然后如果当A去近于0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渦度 所以这个渦度从数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速度的旋渡 那如果我们从数学的角度开始出发 我们把一个三维的速度向量 取它的旋渡 取Curl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渦度 那这个渦度我们现在用小写的Omega来表示 那这是一个向量形式 不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垂直速度了 三个方向的渦度呢 我们就有三个分量在这里 我们最关心的会是最后这个分量 所以这个是I方向的 这是J方向的 那第三个这个是K方向 这是垂直方向的 那如果我们用矩阵的形式把它写出来的话 就是这个VCurl 它是IJK 然后这个Gradient的话 就是分别对XYZ三个方向做微分 那这个V向量呢 你写成三个分量 就是UVW这三个分量 那这个三个component写出来 就是对应上面的括号里面这三个向 那所以我们最有兴趣的是垂直方向上的渦度 那如果我们把它对K hat dot起来的话 就是前面两个向就会不见 然后你就只留下这一个 这个我们会用Zeta 这个希腊字母来表示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会一直用到的相对渦度 那如果你是把绝对坐标中的速度场 就是VA拿来取Curl 然后一样去对K hat dot起来的话 这个会是绝对渦度 所以这个是ETA 那行星渦度我们前一节有讲 就是VE 取Curl 然后一样我们也是把它跟K dot起来 这个K hat就是我们前一支影片的那个N hat 他们都是垂直方向上那个方向向量 那所以这个Dot起来之后就是2OmegaSinePhi 就是F 就是我们之前第二章有定义过的F 是那个刻式参数 那它就是行星渦度 这三个渦度呢他们的关系是绝对渦度就会等于相对渦度加上行星渦度 那我们现在这边可以来简单的证明渦度相当于是每单位面积的环流大小 我们之前只是讲说这是环流 然后我们把它处理它的面积 就是那个路径围绕了这个面积 它就是我渦度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来证明一下 那现在下面这里就是在一个XY平面上 水平的平面上有一些流体在这边沿着正方形的面积在流动 那我们可以算这边的环流C Delta C这样子 那它的根据环流的定义呢就是速度区跟路径做内积 所以你在四个不同的方向上都会有不同的速度 然后你有不同的距离这样子 你就一段一段的把它加起来 那所以背景的风场这边有V往北吹 然后U往东边吹 那距离Delta X的地方呢 这个V的风场就会变成是V加上V在X方向上可能会有一些速度的变化 所以会有规定V在这里 然后乘上你移动了Delta X这个距离的范围 所以你这边的V是括号里面的这一个部分 U一样就是在南边这里的风场是U 然后在北边距离Delta Y的风场是U 再加上一个小小的component在这里 那现在从最底下这边开始 这边的速度是U距离是Delta X 所以U乘以Delta X 那我们再加右边的这一段 V是括号里面这个 然后乘上它走的路径是Delta Y 就是这一项 那接着再加上面这个边边的 北边的这个边界 所以是括号里面的这个 乘以它走过的路径是Delta X 那因为它是反过来走的 现在你的风场是往东边吹 但是你路径是往西边走这样 所以它这边是负的 然后再来是最左边的这一段 一样就是它是风场V乘以Delta Y 那一样方向相反所以用减的 那这四段加起来呢 就是环流的改变量了 那这个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然后做一点整理 整理完之后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 Delta X乘以Delta Y 这个就是面积了 就是这个四方形的面积 所以你把它移到等号的左边 就是这个Delta A 是这两项相乘 那你就是环流的大小 除以面积的大小 就等于右边剩下 括号里面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前一张 朋友们有看过的 相对我读的那个数学形式 这个我们前面有定义